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加州刑法529规定的话 任何一个民众如果是为了自己利益 或者是相及别人的利益情况之下 使用他人的资料的话 非法使用他人的资料 就是属于盗用身份的罪名了 是 那我们晓得 当然我们订定所谓盗用身份罪这个条款 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保护被盗用人的身份 免受别人的伤害 那再来就是当然也是要确认 我们美国的司法还有政治系统的信誉 可是在这个华人社区里面 其实也常见盗用身份的情况产生 那么比较容易遇到的 或者说这个华人社区里面 比较常见的盗用身份的是哪一些方面的问题呢 对 其实每四位民众之中的话 就有一个人的话可能身份被盗用过 其实的话很多人的话 就是说不幸选进的盗用案子的话 主要有几类 第一类的话是让年轻的学生 被信用卡的假卡之团作为人头一样去拿的身份证 或者假的身份证去购物 这种的话是常常遇到 另外一方面的话很多失掉身份的民众的话 为了生活 要为了开车 以后的话买了一些或者使用了一些假的驾照 或者是拿了假的工作证明去了 还有一的话很多在网上 还有工作场所的话 透露了客人一些个人的资料 好像设案卡 驾照的话 然后将这些资料的话 转售给别人 让别人非法使用 或者是有些民众的话 因为赌博 因为赌品的问题急需要钱 而将自己的身份的话 主动地给了别人使用 好像到赌场里面去到银行里面 去骗除贷款 或者让自己的身份的话 被别人利用的话 进行其他的犯罪活动 是 我们晓得在美国 其实盗用身份是重罪 对 是不是 那么在盗用身份方面的刑罚是什么呢 对 在加州的话 对这类的刑罚非常严格 基本上如果是罪名成立 可以面临18个月到三年的劳刑 并且如果不是美国公民的话 加州还有绿卡都会可能会叼销 是 这个身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非常注意 好好地保护自己的身份 各方面的证件 那么要以免被盗用的情况产生 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份被盗用的话 记得要赶快先报警 谢谢邓律师今天提供我们这些讯息 谢谢您 谢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邓宏律师事务所 阵容强大的专业团队 为您全力以赴 聚礼力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